大家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OKOK 哈喽大家好 然后我叫张叶 然后我是现在是纽约大学的博士一年级 然后我是去年刚从北大毕业 然后之前的话一直在做林志证明相关的研究的工作 但之前包括现在其实主要研究的也是偏理论一些 其实像写code这些也写的比较少 所以像今天这些topic实战之类的也是最近学习的一些项目 然后因为所以关于林志证明 其实理论和研究方面的话 我可能会懂得更多一些 然后我之前主要在做一些林志证明 就是硬件加速方面相关的工作 就是因为之前像陈欣说的 像Zcash之类的这样的一些 就是利用林志证明生成这个proof的这样一些场景下 他这个生成proof的开销比较大 然后我们希望能通过ASIC或者一些其他的硬件方式来把它做得更快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理论工作 然后是比较我还是比较偏研究一些的 这个方面多一些 然后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林志证明的智能开发的一些实战演练 然后我主要就谈一些implementation方面的事情 然后包括就是相当于一些具体开发者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可能会具体的跑一个例子 然后就是等一会大家就知道 然后我整个overview是从这几个方面来介绍的 然后的话我主要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里面肯定会有一些人 就是完全不太懂这些林志证明之类的东西 所以的话我会尽可能的去把这个技术的部分降低 然后就尽可能的去简化大家的理解的难度 然后首先我先介绍一下ZKDApp Zero Knowledge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的一些例子 还有它的重要性 然后第二的话我会介绍一些比较偏数学的一些背景知识 然后还有它大概的一个开发流程 然后第三的话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去真实的去run一个Zero Knowledge的DApp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因为我试了一下 可能本来是想因为我看到网上Github有一个开源的 一个小的ZKRAP的demo的实现 然后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本来想可以介绍一下 但是最后我试一下感觉时间上面也不太好控制 我觉得就尽可能主要是前三个 然后最后一个提一下 因为最后一个它有一个tutorial 然后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它大家有兴趣 我最后会把链接之类的都放下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是ZKDApp的例子和重要性 就是其实刚才陈信也说了 就是最传统的这个blockchain上面 我们每个人发起一笔交易 都需要把这笔交易传播给网络中的每个人 然后的话矿工再把这些交易打包传到链上 这样的话每一笔交易全部公开在链上 然后只要有一个人知道 比如说是谁给我 比如说是Alice给Bob发了一笔钱 那Bob就可以知道Alice有多少钱 然后当然你可以说你是UTXO模型 你可以存在很多address 但是仍然有这样的攻击 可以去通过这些transaction的graph去分析出来 你跟谁有connection 所以的话它其实并不是匿名性做得非常不好 可以说是没有privacy可言的 然后随着以太坊的崛起 智能合约逐渐就是受到大家的关注 包括最新崛起的一些 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之类的产品越来越多 然后对于金融产品 比如说你可以搞ISO 你可以去借贷 你可以去有邮政 你可以搞保险 你可以搞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于define而言 对于金融产品而言的话 其实更重要的正是它的privacy 但是如果说区块链始终将privacy置于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位置的话 虽然你做到了公开扣名 但是你把一切的信息全部公开了 所以这样的话对用户或者说金融方业的从业人员来说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包括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意识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在区块链中加隐私 那一定要需要灵智师证明来辅助完成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例子就更直观了 就是说你可以在区块链上打扑克吗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我们打扑克我都知道 比如说我有一手底牌你有一手底牌 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做到一个通过区块链进行交互的 比如说通过一些合约的方式 我知道了我的牌你也知道了你的牌 但是我们只要一再交互的过程中就会暴露说双方的牌是多少 所以相当于说是只能打名牌 所以的话我们是很难做到一些赌博或者 不应该说赌博 就是一些简单的扑克游戏 一些扑克之类的就是半一名式的一些游戏的 相当于有一些信息是不能公开的 所以的话区块链上现在是不太能做到这一点 你只有加一些林志证明方面的一些隐私保护措施以后你才可以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叫Dark Forest 如果关注林志证明的话一定会关注到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话就相当于是你可以在跟你在本地玩游戏是一样 你可以探索一个星球上面的不同的星球 然后你可以通过就是在你设程范围内 然后去不同的探索 然后去占有哪个星球然后最后有一个排名 然后人家会给你一定的奖励 这类探索类的游戏 因为包括我们在玩一些魔兽之类的游戏的时候 其实最初分配给你的地区是只有名牌的那一小块 你要通过不断的探索才能打开 就是周围有哪些地方是 这个可以探索到的 而不是说如果说 但是如果说你放在区块链上 你整个地图全部是公开的 你不可能说就是通过探索的方式去解锁 一定有人会开发者会通过一些其他方式 能从区块链上获取到整个地图的数据来作弊 但是Dark Forest通过灵智证明就可以做到避开这一点 就是你只有通过你每一步 你每移动一次你都要提交一次proof 然后但是不会揭露你具体的位置是什么 所以没有人知道谁在哪里 只有通过具体探索的方式 只有在两个坐标足够接近的时候 才可以去揭开周围那一片的地形是什么 然后这是一个微神都说好玩的游戏 然后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然后而且包括这种游戏 其实它消耗的gas费非常的高 然后所以的话 其实不完全适合在以太坊上玩 可以适合在一些更高通土量 和gas费更低的链上玩 然后因为你验证那个领智证明的证明的时候 也是需要很多gas费的 然后包括这种游戏其实偏策略类的 尽管它这个验证proof不是一个bottle neck 但是还是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些投票之类的 就是更加跟隐私相关的一些东西 你不希望说你选谁去公开 所以的话区块链现在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区块链中加隐私是一个非常有必要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包括现在其实在真正的业界 有很多的deployment 就是以ZKP作为核心的 无论是扩容还是这个privacy的手段 比如说录印像之前提到ZKThink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扩容的链 都是用ZKSnap作为它的layer2 然后去打包交易 然后发到layer1 然后layer1验证proof 然后去改变state这类的办法 然后像Zcash和Findora 包括这个ALEO这个公司 他们也是希望去打造一条 就是从比较比较金融 纯隐私的这个金融的这个链 然后他们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他们如果你如果觉得deFi很重要 那你一定会觉得隐私对金融来说很重要 你只要认可这两者的同在 那你一定会觉得 把ZKP加到现在的公链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Findora他们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 如果说纯匿名化的话 像Zcash那样 如果是交易全部匿名化的话 其实是很难受到监管的 包括像Zcash之类的这种纯匿名的币 因为每一笔交易全部都是匿名的 没有人知道说谁给谁转了多少钱 所以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政府也监管不到你这笔钱 是从哪到哪的 所以很多地区其实是要求你去下架Zcash的 包括我觉得像中国这类的国家 可能如果说你真的去开发一个纯匿名的币的话 你肯定也会受到政府的监管 Findora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利用ZKsnark一些其他特性 可以去选择性的揭露一些性质 比如说你可以向政府去 在不揭露你有多少钱的情况下揭露说 你这笔钱的来源是合法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你注币的时候 就通过生存proof的方式来确定说 你这个源头包括 包括它的这个流向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相当于它是一个半透明 就对用户来说 用户之间是看不到的 但是对于监管部门来说 又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的话还是比较有用的 然后现在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 除了layer2扩容以外 还有一些recursive分解的方式 去把整条链压缩成一个proof 这样的话你只用验证一个proof 就可以验证整条链的历史的合法性 而这个主要用于比如说像很多攻链 比如说你现在作为一个新的节点 你想加入这条攻链作为一个节点 你必须要把所有之前的历史全部验证一遍 除非说你有一些 你相信它的一些checkpoint 然后你可以把checkpoint之前的全拿过来 然后在之后的你去你再去验证 但是实际的话它不完全是这样的 就是你还是需要 就是最可最靠谱的方法 还是把之前的全部运行一遍 然后现在像minna之类的链 是提出了一种方式 就是说在下一个block里面 验证前一个block的所有的性质 压缩在一个proof里面 然后下下一个block 可能再去验证之前的proof 然后这样的话你拿到 无论你的链的历史有多长 你最后拿到的 始终只有一个简单的proof 你只要验证完这个proof 你就可以把整个交易的历史 全部给验证掉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很有利于 就是很轻的一条链 就是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 然后也是去中心化程度 可能会更高一些的点 然后说了这么些 就是说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体现一下 就是说Zero Knowledge的 去中心化的应用非常的重要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 就是你只要相信 隐私是一个未来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的话 你就可以相信说 这个东西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就会介绍一下 它的背景知识和开发的流程 其实首先 就是我们从最简单最简单的这个底层来谈起 这样的话就就是做到一个纯纯隐私的一条一个信息 因为之前在之前的交易里面 你是可以看到谁给谁转了多少钱的 这就是我们就是一个 暴露秘密的一个来源 就是我们希望把你的发送者接收者 还有你的金额全部给藏起来 然后所以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说OK 那你把这个发送地址 接收地址 还有你的金额全部给加密 但是加密完以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矿工就傻眼了 矿工看到的就是三个密文 然后他根本不知道谁给谁 讲了多少钱 但是这也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他也不知道这笔钱 这个交易对不对 然后使用刚才的 就是陈兴提到 灵智证明的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灵智证明的方式 去验证说OK 密文之下的密文是存在某种关系的 然后简单来说 就是说你之前需要传一笔 transaction上链 然后你现在除了transaction 你还需要传一个proof派 然后这个proof派呢 它包含了一些一定的内容 然后就是这个内容就是说 OK我这三个密文下的密文 满足一定的逻辑关系 这个逻辑关系呢 就是说他底下的密文满足签名 签名关系 满足双花关系 然后就 然后你只需要验证我这个proof 你就可以知道说OK 他这个密文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关系的 然后所以的话 矿工看到的就是某某人给某某人转了一笔钱 然后这个证明是合法的 那么这个交易就是有效的 所以的话 他记录在链上只是一个加密的地址 接收地址 发送地址 然后还有一个金额 然后还有一个proof派 然后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你怎么去确认说 这笔钱没有被双花呢 这就其实需要陈欣刚才提到的那些 mercle tree之类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去构造一个大的这个mercle tree 然后去在花一笔钱的时候 同时公布一些其他的信息 然后去证明说 你这个你这个币已经被花掉了 然后这这其实是更关乎于implementation的问题 他不关乎你高high level的idea 你high level的idea只是说 我这个proof需要证明哪些事情 仅此而已 所以呢 开发者只需要关注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这个proof里面需要证明什么内容就好了 你你不需要说 就可能他有他的实现方式有多种东西 但是你你不需要去关注很底 很很底层的细节 然后我在这部分只介绍一些更高层的一些idea 所以的话他开发流程 大家如果想一想的话就很简单 就是首先第一步 Alice要给Bob赚钱 那么他要生成这个proof对吧 所以第一步是链下生成证明 就是说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然后我知道我从哪个地址转到哪个地址 我有这个地址的对应的sell 所以我可以通过我的sell 然后去生成这样一个proof 然后所以第一步是链下生成证明 然后第二步的话是链上的合约验证 就是说链下你要部署一个合约 因为你要验证这个证明是合法的 所以你肯定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段 就是去把你proof背进去 然后输出一个true or false 然后去确认说你这个proof对不对 所以的话你第二步就是要部署一个链上的合约 然后去验证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 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合约会执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逻辑 比如说你这个proof对了 那我可能会干一些其他事情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之前提到的就是merkle trade 你可能会公布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 其他的一些commitment跟你这个UTXO有关的一些挂钩的一些信息 然后包括说如果说你转了这笔钱以后 你合约里面可能会调用哪些其他的一些金融的逻辑 你只是相当于合约验证只是第一步 知道你proof正确了以后 其他的一些逻辑你可以放在第三步 对然后所以的话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就其实这个开发流程很简单 就是说你只需要用户生成证明 然后链上验证 然后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合约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那么现在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那我们怎么生成这个证明呢 然后包括怎么去利用这个合约去证明这个验证这个证明的有效性呢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真实的这个真正的一个background 就会比较偏数学一些 就是就前面的内容其实是针对于一些非开发者 然后就对这个感兴趣的人 呃就希望大家都已经收获嘛 所以的话就就补充那些内容 但是呃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呃偏数学一些 啊sorry我刚看到那个聊天框里面啊就呃之前提到那个recursive那个东西 他呃不能说是递推只能说是递归 就是他他相当于你把你把warify的过程也嵌套在之前的prove的过程里面 然后呃对 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就是直接开麦问 然后包括就聊天也可以就是随时打断我都可以 然后不是因为因为我现在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然后慌了一批然后不知道大家呃会不会讲的过快或者讲的过慢或者什么东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呃随时问 呃反正之前就是呃介绍的说你大概开发流程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主要介绍你怎么去生成这个proof 然后怎么在链上去验证这个验证这个proof 然后呢那你基本的一个idea就是说证明者希望呃证明说我知道一个w是的fw等于u 然后这个f呢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成心提到的很多各种构则构到的问题 比如说在rollup里面你可能就需要验证比如说呃sender的一些信息呃receiver的一些信息 然后包括你呃比如说像签名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信息 你要你要全部把这些逻辑写在这个f里面 然后这个w呢可能会包含一些你你私密的信息 比如说呃这个私钥可以使得公钥满足 然后呢那这个f呢就是检查一个公钥和私钥的一个关系 然后这个w呢就是你的私钥 然后你这个u呢就是一个公开的你的公钥 所以呃我知道一个f然后使得f这个私钥等于这个公钥 然后就是可以证明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去证明说我知道这个私钥 然后呢验证者呢只需要验证说这个proof有效就好 对 然后呃接下来他他整体的这个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呢你有一个frontend就是呃类似于我们写程序的ide一样 就是你需要把首先你需要把这个f你肯定得写成一个写成一段code 所以的话你你先把写成一段code放在这个frontend里面 然后frontend呢通过通过一个编译器 或者就是在id里面集成了一些编译器 然后去编译然后编译出来以后会编译出成一个代数电路的形式 叫constrained system 呃这些东西我都会展开去讲讲很多具体例子 所以这块如果没跟上的话不要紧 就是我现在就是先希望给大家一个high level的idea 然后大家能知道说呃每部分在讲什么就好了 然后那个所以ok就第一步先把f写出来 然后扔到一个ide里面 然后去然后然后让他去编译 然后编译成一个代数形式 然后这个代数形式呢 然后接下来frontend就已经全部做完了 然后这个代数形式呢呃需要进入一个环节叫setup 然后这个setup也就是陈欣提到那个最麻烦的 对呃传统意义上zksnap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叫呃就是这个setup 这个setup呢你里面会选一些呃就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些参数 然后再呢就是你你需要吃进来这个呃 constring system 这个constring system其实就是它它是跟这个呃你的function是一对一的 所以的话它是一个相当于类似于一个function specific的一个setup 呃所以的话在这个在这个setup里面 你会生成一个只跟这个function f相关的一个一些一些一些信息 然后他会生成一个proving key一个verification key 然后也叫pk和vk就是一个叫证明的公钥一个叫验证的公钥 然后这两个公钥呢一旦一旦固定的话prover就可以利用这个公钥 然后就把把这个作为一部分input的 然后再把你的secret的信息作为input的然后去生成这个proof 然后呢verifier呢呃拿到这个verification key以后呢呃可以呃通过一些公开信息和你这个proof去检查你这个proof 是不是有效的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说这个setup呢是一个application specific 所以的话你如果换function你是需要换setup 但是像陈欣说的这个setup执行很麻烦 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存在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现在呢存在一种存在很多种解决方法就是呃 除了陈欣提到stark以外还有一些呃最近非常火的一些呃这个明智证明的一些体系 比如说plunk呃比如说marly他们他们呢其实是呃 universe他们叫universal snark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function 你这个function只要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那么你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你都可以用同一组setup去做 就相当于你setup只能做一次可以给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f来来去做 然后呃所以的话这样的话相当于你如果对于换application而言的话 你这个肯定会方便很多但是与此带来的一个这个drawback的话就是呃你生成proof的时间就会变得越长 然后同时你proof也会越来越大 就是呃当你换了一个其他的东西以后你可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这些都是trade off吗 就是如果说你你在setup里面就处理到一些你这个呃application specific的东西的话那你将来需要需要需要的effort就就会更少 然后但是如果说你你没有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话那你proof需要的付出的大家就更大 然后我记得proof的overhead大概是呃呃不是function specific的大概是我记得好像是也是常数量级的呃不是呃不会说真的差一个量级 然后proof size的话大概应该是我记得是大概三倍左右 然后就是根据他们paper里面的evaluation结果 所以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其他一种的话就是压根就把这个setup给呃给移除掉 移除掉的话相当于是任意的f都可以用这条楼流程做 比如说像hello像zcash可能会采用的一些协议包括陈欣说的start 他们的相当于说因为你你是相当于setup是透明的或者说压根不存在 所以它是抗量子的然后但是这样的代价就是说你的proof会更大 然后你的这个proved effort可能会更多 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个hello的具体的这个performance会多少 zcash据说它变形程度很高想把它做到一个很优化的程度 然后所以的话对这块就是相当于补充一下之前陈欣说的一些东西 然后现在录印用的就是呃application specific的一个一个协议 然后叫growth16就是大家经常见到的就也也就目前用的最多的叫growth16 因为它的特点是proof目前proof size是目前最短的啊proof的overheight也非常的小 呃不能说非常小吧就是相对于其他来说比较小 因为你做了很多这个specific的事情 因为像对于录印这样的协议来说的话他们layer2其实只涉及比如说转账之类的 他的f相当于是确定的 所以他不需要说真的去适应adaptive类的适应很多很多的东西 他只需要说你就把这个f给写死就好了 所以的话他们用这种其实是呃比较优的 然后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呃就进入一个就是呃其实 其实开发者其实呃不需要关注后面的事情 因为后面的事情包括setupprover和prover和verifier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由后端的一些工具会给你一条龙的给你呃做掉 就是当你只要有了construing system以后你输入你你你完全可以就类似于呃 就是一个按钮的式的操作就是你无脑式的按一个按钮 然后你就类似construing system就会变成pk和vk 然后prover呢只要有了pk和你的secret information 然后用掉一下那个酷然后就会立马生成了proof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做好的 然后真正application真正开发者去呃develop一个新的application的时候 只需要把你的这个需要表达的这个约束f function表达成你你在在对应的frontend写好就好了 然后你表你只要把它编译好然后生成pkvk就呃就ok了 然后注意值得注意的是pk和vk都嗯只要生成完就不会再变了 然后只有w是可以变 比如说你可以说你可以知道wfx1等于呃y1然后fx2等于y2 然后就是你不换f换换你的input 他其实呃同一个pk和vk都是可以用的对 所以是你只需要开发一次这个然后生成一次pkvk就可以了就可以一劳永逸对 然后所以的话接下来呃因为因为呃我我本来是想呃从这块开始就直接去呃就实际写一个这个program 然后包括写很多app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因为呃你可能需要呃想了解它的语法或者呃了解就花更多时间在一些其他事情上 然后我在这个talk里面我希望cover一些就是呃大家从一些tutorial或者什么东西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希望更好的去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开发的 所以的话我会呃介绍一些原理性的东西然后就是帮助大家去更好的理解这个frontend 你在写app的时候去需要去注意什么也会加一些example对 然后首先第一步就是说你你要怎么去写这个function呢 就是首先正常你比如说写c++或者写一些python 你可能就直接写fl然后去returna乘b然后returna加b等等等等 但是呢呃因为后端是整个是一个密码学的一个基于数学的协议 所以的话你首先你需要把你的程序编译成一个代数呃代数电路可满足的问题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constring system 它其实是一个代数电路可满足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类似比如说像呃这个函数就编译成了这个样子就是fwab等于wa乘b减去加上一个意见wb的a加b 意思就是说你w如果是呃1的话那么它就返回这个 因为这块0然后如果是0的话它就返回这个然后就是 所以相当于说其实程序都用一个形式去压缩下来 然后我们分析的其实后端分析的做的是一个纯数学的一个问题 对然后呢呃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怎么的这个这个函数 这个前端函数编译到这个后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的 就是说比如说你写了一段code呃这个code是deft functionx 然后y等于x的地方然后returnx加y加5 然后你的statement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知道一个x使得这个程序返回值是0 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一个x立方加x加5等于0的解对吧 然后那么它编译成这个r1cs的格式的话就编译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其实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去看一下它就是y等于x立方 然后你就是xx然后呃就是首先你需要把它表示成一个代数电路 首先需要把它就你可以脑海里面想象一个真的一个circuit 真的一个电路然后它只只包含乘法门和加法门的一个样子 所以的话x立方可以表示成x乘x然后再乘x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说类似于这样一个数的形状x乘x 然后你出来一根线是variable1然后再乘一个x出来这根线就是y 然后y然后再加一个x就变成variable2 然后再加一个5然后就变成了你这个output 然后所以相当于你需要满足的所以你通过这种中间表示的形式 你可以把它等价于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这样一段code放在一个编译器里面 编译器出来的代数电路形式会长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是这样的等价关系是在哪里呢 在在哪里体现呢 就是说第一个式子就是第一个乘法门这里 就是说x乘x等于variable1 第二个式子variable1乘以这个x等于y 然后第三个式子叫y加x等于variable2 就是variable2加5等于output 就我这块写的可能有一些冗余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左边是一些像 右边是一些像中间一个乘法等于右边一些像的一个式子 写成很多这样的式子 那这个等价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知道满足这些式子一组解 比如说然后满满足这个式子一组解需要包含1 xy然后variable1 variable2和output的值对吧 所以的话相当于你当如果你真的知道x 那么那么你一定知道x一定知道y 知道variable1 variable2 然后知道output 所以你一定知道说满足这些满足这些所有等式的一组向量 所以的话其实这两个关系是等价的 大家如果但是没有跟上的话不要去担心 因为这些是给一些就想真的去很深入的开发DF的一些人讲的 就除了跳过这部分以后后面就再也不会有更多的数学了 就是所以的话就是大家希望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个等价关系 就是说你本身的程序 你想本身证明一个程序的input是多少的时候output是多少 然后转化成了一个我知道满足这些式子一组解 然后是多少 就等价于我知道一个constrained system的一个一组的这个向量的input 对然后然后基本上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更标准化的一些一个形式呢就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叫r1cf 也就是如果你做灵智证明研究的话 你一定会听到这个形式 而且会无数遍的听到叫rank on constant system 就是它是一种标准的代数电路的形式 就是比如说你是x乘x等于v1对吧 它相当于都是一个左边一些像乘以右边一些像等于output的一些像 然后它相当于用一个式子给你总结了一下 就是说左边是一些像的线性组合 右边是一些像的线性组合 output是一些像的线性组合 然后这里面z呢就是它这个1xy variable1 variable2 output 然后呢这些系数呢就根据你这块决定 比如说你这个是x乘x等于v1对吧 所以相当于在左边这一项x的线性组合是1 然后所以的话它这个系数是1 然后所以你这块要写01 然后其他系数都是0所以0000 然后这个的话是因为它也是x所以是01000 然后这个的话output variable1的话是00100 所以的话是写成这样 然后相当于说最后的话你第二行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第二行是variable1 所以你这块是一个1 然后所以的话整个constring system写出来就是其实就是左边就是这个矩阵乘以这个向量 就是左边这一列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矩阵乘以这个的向量就是这一列 然后这个矩阵乘这个向量就是这一列 所以你可以你可以想到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事情和这个矩阵完全是等价的 就是说你只要知道这个关系的一组解 你就知道一组向量的负值使得a乘以v 然后那个element wise product b乘以v等于c乘以v 就是说所以现在你可以把最初的一个函数的一个问题 转化成一个向量v的一个问题 就是a乘以v 然后element wise product b乘以v等于c乘以v 所以这个等价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之后在大家debug或者一些开发的过程中的话是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事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然后啊对然后呃 然后然后这部分了解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进入真正的进入就是一个开发的一个阶段 就是呃也就是你就是基本上数学知识 你只需要了解到这就行了 就是呃一个function可以编译成这种形式 然后这种形式叫rankone constraint system 是一些constrained的组合对 然后所以的话相当于呃我们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事情就就是 就是局限在这一步就是你有一个你有一个function 然后你有一个frontend 然后你把它compile成一个constrained system 然后所以剩下的部分setup 包括proof和verify 其实我们都完全没有讲都完全没有覆盖 我因为我们只需要得到就是constrained system 剩下的所有东西都是呃可以去用工具去直接做的 然后我们需要手写的就只有呃在frontend的这一部分 然后最后用eapt展示一下就后端长什么样子 你就可能就看完就你就知道你也不想不想再继续了解了 就是说这就像曾经说的在setup里面 你会random的去sample一些parameter 然后再去做一些密码学的一些exponent 然后proof的时候呢 你要做你要做一些ecc上的一些乘法运算 然后再做一些ffft和多项式的一些运算 然后最后产生呃一个一些点 然后verify的时候呢 是在图圆区线上做一些parant的操作 就大概讲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工具的会帮你做好 你只要有那个r1cs以后 对然后所以的话你现在脑海里面 只需要呃有这么一个呃印象就好了 就是说首先你有一个代证据呃 你要写一个代证明的程序f 然后你把它扔到前端的工具里面 而前端的工具呢会给你编译出来一个r1cs 然后你把这个r1cs扔到后端的工具里面 后端的工具呢会给你一个pk和一个vk 然后呢你这个生成proof的时候 你只要把这个pk拿拿过来 然后再用一下后端的工具 你就可以生成这个proof 所以他基本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流程 就是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呃这个呃之前不是要有人问了 说这个开发的工具有哪些 然后我这块可以介绍一下 就因为我这块相对更便宜 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工具 然后前端工具呢呃有sircon roperate artworks 然后那个leo开发的一些公司 jsnark xjsnark pinocchio buffett 还有那个url还有什么东西 就呃这些工具呢都可以用来写程序写这个程序 sircon的特点呢就是也是我我们等一会实战会用到的一个 一个一个工具 就一个一个前端的工具 这个sircon呢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一个工具 然后他他主要呢就是可以写asic级别的电路 就是说你你一个wire一个wire的去写 从底层写上来 但是呢他这个工具比较人性化就是用的很舒畅 等一会大家可以体验到 然后同时呢他他这个呃可以自动的去生成那个solidity的code 相当于你只要写完这个代证明的程序 他你你直接一键可以生成这个verified的solidity的code 所以他的部署非常的方便 就只要你写完这个东西你立马可以部署到这个链上 然后所以sircon是一个就开发者呃选的非常多的一个呃一个这个工具 包括现在呃匿名币有一个有一个比较呃他拿到开始 然后他用的就是sircon 然后包括dark forest应该也是用sircon开发的就是sircon开发的 就是sircon开发的这些真实的这个案例非常的多 包括网上面的这个工具也一大把 所以sircon是一个就是应用范围比较呃比较广的一个工具 然后也是大家如果真的要去开发可以考虑的工具 sircon是以太坊去以太坊做的一个工具 然后以太坊他他呢就是也是呃跟这个sircon一样 是一个就是非常用户friendly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然后你也是写完这个程序以后可以编译 然后他也他是一个sircon都类似于是那种呃 类似于dsl之类的东西就是他是用的他自己的language 你你要你需要学他的语法 然后去用他的语法在这个编译器里面写出来 然后再编译出来呃但是这俩都非常方便 这俩的好处都是你可以直接生成这个solidated code 然后直接生成verifier 然后而且的话看这两个的无论是tutorial 或者是demo都非常的多 就很适合就是大家初学哲学 而第三个叫artworks artworks呢是berkeley维护的一个一组酷 而他是一组rust的酷 然后这个酷呢我觉得非常强悍的 就是如果大家是要要追求效率等等的 等等的话呃我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artworks 呃因为这个artworks呢他他前端是用rass写的 后端也是用rass写的 如果你后端用rass的话效率呃 确实会比较高一些 而且包括他这个生态也维持的很好 然后呃之前那个金融的那个aleo那个链 也是想用artworks做一个生态 做一个纯迹名的生态 所以的话可借鉴的东西也多 然后包括aleo这个公司 他自己开发了一个呃林芝证明的ide 就是他这这他号称是第一个zkp的ide 然后里面应该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特点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然后jsnark呢是java写的 然后就就前面提到的这些circom是自己的语言 adocris自己的语言artworks是偏rass一些 areo是自己的语言 jsnark呢呃也是自己的语言 但是他是主要是java 所以的话如果是对java熟悉的人呢 可以考虑一下jsnark 然后jsnark呢是一个呃是一个偏 是一个是一个从research里面出来的一个project 然后他呢也是一个用自己的语言写的 他甚至可以支持我记得可以支持指针 就你可以写写一些指针 包括一些很high level的一些language就都可以 所以的话相当于对比于学底层的这个circom而言的话 jsnark对开发者会更方便一些 但是呢因为他research 所以呃我不确定说生态是不是很好 他自己维护的那个作者还是比较呃 就是比较努力的去去写了很多application 然后也可以考虑一下xjsnark 最后呢这个pinocchiobuffet 这俩呢是直接可以写c的 就是你你根本不用管什么zkp 你根本什么都不用管 你你只需要写一个c程序就好了 然后你写c程序你就正常的写c程序 你想用什么用什么 当然不能用指针 然后你你正常写一个c程序 然后扔到这个pinocchio或者buffet里面 他就可以给你编译出来呃这这一个touch 所以他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一些做system的人开发的 所以的话其实还是 需要有用的 然后最后的话这个是stark的工具 然后就是也是一个cpu架构的一个工具 然后最后呢 所以这是前单的工具 就这些都可以选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就选适合自己的语言和一些 呃就是你开发的时候 你自己喜欢什么用什么 然后最后段的工具呢 陈欣竟然说了提到了lipsnark lipsnark呢是一个c++的酷 就喜欢c++的人可以去用 然后呢呃他里面呢集成了很多的曲线 然后就是有bn128 然后有alt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包括也是zcash之前用的一个曲线 也是录音现在用的一个曲线 就效率也比较高 是一个c++的酷 可能c++用的人会多一些 所以的话lipsnark也用的人多 然后然后第二个叫bailman bailman呢是一个比lipsnark更更 efficient的酷 然后他呢是用rass写的 是zcash维护的 呃所以的话呃他可以和artworks去无缝接赏 所以的话bailman就是也是一个很强的酷 就大家我还是比较也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如果不排除rass的话 然后他的曲线是br381 然后还有gnark也是用go写的 然后aleo的话他他最后有一些其他的 呃其实是跟bailman很像的一些东西 然后snark.js snark.js呢是javascript写的 所以的话他可能会更适合一些 就比如说你你习惯js 然后你习惯呃网页开发一些东西的话 你可能你可能用snark.js会会更方便一些 然后呢这些东西都是酷和 呃就是一些就是你觉得在github上面能搜到的一些工具 然后呢他背后的原理呢其实是这些协议 比如说是growth16 比如说这些pr13 比如说plunk比如stark spartan halo 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后端用到的一些协议 比如说你用growth16就是录音用的 啊他可以生成非常短的proof 然后比如说plunk他是universal等等等等 所以前端和后端其实他只需要中间一个过渡就可以接过去 呃所以的话他是两者其实是可以完全分开的 你可以前端开发前端的 然后后端换不同的后端呃都可以的 只要中间是那个什么呃 那个artworks的话你可以直接去google搜 然后就是berkeley是有维护的 呃就是你可以直接搜 然后呃github上搜不到吗 那你直接搜那个ucberkeley那个呃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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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老哥 那个老哥叫什么呃 我可以等一会发群里面 然后就那个artworks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酷 然后是一个rust的非常强 而且他你可以在youtube上也搜一下 就是那个前阶段有做他的tutorial 然后做的非常好 然后就是会告诉你说后端可以很很灵活的切 然后包括他包含的局限也很多 你可以去试一下 对 然后这是工具工具类工具性质 然后所以呢呃相当于说 你如果真的要开发一个zkdapp的话 你只需要把verifier换成一个solidity的写的一个verifier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们我们生成proof的话 其实是跟verifier没关系的 我们如果说只是生成证明而言的话 我们只需要关注说zkd是怎么用的就好了 然后zkdapp跟传统zkd不一样的 就只是把verifier换成了solidity 然后放到了链上而已 所以的话我们就呃只关注这些 然后如果就包括刚才 其实一本人说了说的说 说的时间太多了 然后就是因为我主要想介绍 把这些工具介绍清楚 然后呃如果刚才那些所有都很 都很冗长的话 其实呃大家也都可以不要管 就是全想象的黑盒 就是你把一个证明 扔到一个黑盒里面生成了一个东西 然后再把它扔到第二个色盒里面 然后生成了一些东西 包括你你甚至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大黑盒 然后就是你放进去以后 可以生成vk和pk 然后最后生成proof就好了 对然后这就基本上一个流程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接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呃给大家直接开始一些 呃写code一些展示 然后等下 ok就是等一会我会直接就是呃 在我的服务器上面去呃 跑一个写好的一个这个circuit 然后去生成它的proof 然后去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参数怎么样 然后包括部署到这个电商 然后呃先大概简单介绍 就是说呃就大家简单回忆一下 就是我们会中间产生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我这次主要呃举的例子是呃前端叫sircon 然后就是因为sircon呢 他有一些比较好的优点就是他异于理解 然后就嗯适合这样比较短的这些talk讲 然后呢就是这块呢就是一个呃sircon 写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circuit 就是呃首先的template是它的一个模板 就是你写circuit的时候 你可以你可以实力化不同的模板 然后你可以呃根据参数实力化不同的模板 然后就是template 然后component的实力化 就是说你呃你真的在调用这个circuit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呃用component实力化一下 然后才能去调用这个东西 然后在每个component里面的每个component 其实就是或者template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真实的就是这样一个circuit 然后呢所以他有input有一些output 然后呢他里面的他里面呢就像这些wire呢 他其实他他有个名字叫signal 然后他的那个类型叫signal 然后他你可以定义inputsignal 然后你可以定义outputsignal 包括你你可以不input的output 比如说这个variable1 variable2 他就既不是input又不是output 所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signal 然后呢你可以定义哪些signal是private的 哪些哪些不是 就可以通过这些来定义 然后呢呃这个signal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呃他是真实的circuit里面的一些连线 所以一旦复制他是不能不能去呃乱更改的 比如说你不可能说呃这条线可以有两个源头 然后这两个源头同时接到一个线上 呃这个是不行的 这是signal 然后相当于是immutable的 然后variable的意 然后variable就在这张图里面没有 是表是一个变量的意思 比如说你要写一些for loop for loop的时候你那个呃 那个指针需要一直的去变 所以你就可以用variable来来去做 所以他是一个中间变量 他最后不体现在这个circuit里面 但是会体现在说你这个写code的里面 所以的话区分好signalvariable就好了 然后最后呢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点就是说 你去生成这个constraint的时候 你要用呃这个三个横线 表示强制检查两边相等 就比如说你写一个a加b等于c 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a加b负值负一个c 而是说强制性的让a加b等于c 就是说你private input为了我一个数字 为了我一个为了我一个数字a 为了我一个数字b 然后呢这个c呢也是可能是从一些public来的一些c 你必须要满足这个a加b等于c这个关系 否则你的这个proof生成完就是warify一定是错的 所以的话这相当于就是写了一条 用我们r1cs的那个话来理解的话 就1乘以一个a加b等于c乘1 相当于就是说左边那个线形组合是1 右边这个线形组合是1 然后最后这个线形组合是1 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 你还可以写其他的一些constraint 就一条一条把它写出来就好了 就b乘c等于d 然后你最后output呢 等于c加d 这个呢其实 这个呢其实他写的这个是相当于同时负值和加constraint 两个两个事情 就是说 因为首先你这个output不是直接从input过来的对吧 所以你得你得告诉这个程序来说 这个output到底是多少 所以output是一个既通过c加d来计算 又去check说是不是相当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要把它非要拆开的话 你可以写成output 然后一个单箭头等于直过来 然后c加d 然后再加一个output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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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加d 然后这样两个事情 然后呢最后这个最后相当于生成的constraint呢 就是这一条这一条还有这一条 然后最后你实力化完就可以ok了 然后呢所以我这块需要强大的一点就是说 你在写circuit的时候 他的语法其实并不是像你写c加加 或者写什么其他的东西一样 一些非常stress forward的去写下来的 因为他不是他不是去从上到下真的去运行他 而是正像你在写对assert 就比如说a加b等于c 然后你你相当于你正常code里面要assert a加b等于c 然后你要assert b成c等于d 你就要你就要去不断的assert这个事情 而不是直接的运行 然后知道这一点的话就可以理解一个例子 就是说当你在写这样的逻辑的时候 就是说 x1不等于x2的时候 如果你要写x1不等于x2的时候 那这个事情怎么写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两条constraint去表达这个意思 就是说y等于x1不等于x2 也就是说其实你写了个ifls 就是说ifx1等于x2的话 然后y等于1 ifx1不等于x2的话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很难去表达 因为你很难去通过约束的方式去 去把这个逻辑关系给表达出来 那这个要怎么写呢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写 就是说如果你能找到满足 我要求的x1x2m和y 那么只要满足了这个关系式 那么这个关系式一定是满足的 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 就如果x1等于x2的话 那么y一定是0 因为你满足了这条关系式 所以y一定是0 然后所以的话就符合 然后如果x1不等于x2的话 那么1-y 那么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1 对吧 因为他等成绩等于0 所以他他一定是等于1 所以通过这种巧妙的方式 这个引入一个因子m的方式 去可以把这个不等关系也给转化过来 所以的话这块就可以更体现说 它其实是一种约束关系 而不是说streetforward的一个关系 然后一个更更直接的就是用用我们这个 sircom写出来呢 他长什么样呢 他就长这样 就是说假设你在这个multiplier这个template里面呢 你要求说a不等于1 并且b也不等于1 那你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然后这个他提供一种写法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算出来说这个1比上a-1等于多少 然后再令a-1乘以这个东西等于1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先算出来这个东西等于多少 然后再去强制的让他们等于1 因为如果说他等于0了 或者说他等于一个不存在的值 那么这个约束条件一定不满足 所以他其实是两种计算的思路 相当于你验证的时候是 你计算的时候是一个除法 但你验证的时候是一个乘法 所以你相当于比如说你要implement 他一个除法的时候比如说b除b除以a等于c的时候 那你对于验证者而言 他只介意说c乘a等不等于b而已 所以的话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写circuit 一定要注意的两个点 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说 这两个事情不是等价的 你一定要脑子始终紧绷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要去assert去检查 你要去约束它 而不是说你要去运行它 然后然后这就是这个基本的一个idea 就是说我觉得写circuit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写circuit的时候 更像在写真的电路 就是比如说像asic电路 你是要一根一根wire的一个 一根一根的实现 然后包括gat也是一层一层的去搭积木一样搭 比如说像这个merklechay 在这个merklechay里面呢 你可能有很多leaf 然后每个leaf都要hashi一下 然后hashi完以后再hashi hashi完以后再hashi 那你要怎么用circum去写一个这样的circuit 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 因为你会想到这个逻辑 不是说你真的能一根一根 能把wire给挑出来那么简单了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先用一个template 实现一个小的hashi函数 就是保证说只要input是output 一定是这个 是保证hashi的逻辑是正确的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小的component 然后去当成一个git 当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git 来去包括一个library去做去用的话 然后你再去搭这个merklechay 就以它为基础搭 然后这个实现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这个template是一个leaf existence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包括roaf 包括你一开始里面都会用到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说去检查某一个leaf 在不在身为k的那个地方 然后你会看到说 首先的话它会先实力一个mout mimic 这个component 就你可以看到它会include进来 一个mimic.circum 就是说它先把那个什么 就是mimic.circum 先实现了一个hashi 然后把这个hashi实现完以后 你include进来 include进来以后 你可以直接掉里面的component 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底层的一个块来用 然后你直接这块实力化 就掉componentleaf等于mimic 这个东西就好了 然后 然后呢 最后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个mimic以外呢 你还可以把这个compute root getmarkletree root 也可以作为一个门 就是这边呢 你可以通过正向的方式去把那个root 给算出来 然后另一边呢 你只要去验证说 这个将来output的这个root 和你这个真实的root 是不是一样的就好 你最后加一个assertion 就行了 所以相当于你其实是 这个code 就虽然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看起来实际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的去做的 而sircom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就是它生态发展的非常好 所以的话 它有一个sircom的力 你可以直接用 对然后就非常好 然后最后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zk draw up的一个实现 就是说 它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其实 你实现一个row up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明确你的思路 第一步是初始化一些signal 第二步你要检查什么account sender的account receiver的什么signature 然后existence 然后等等等等 你需要把这一步都列出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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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zk draw up 一个基本的实现的思路 然后你把每一步实现好 接上去就好 然后这 这基本上是一个slide展示的内容 接下来就给大家真实的去 展示一下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情 ok 然后 等一下 大家能看 等一下 现在刚刚才讲的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之前讲的所有东西 呃 大家可以开麦问 刚好留了十分钟 我刚好最后展示一下怎么操作就好 呃 有有什么问题吗 嗯 我我理解没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什么问 呃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 好吧没有 那那那那我就展示一下这个这个东西具体是怎么做的 呃 是 你其实可以开麦直接说 呃 这个是circum 然后这个语言就叫circum 然后你可以通过circumlib里面去去找 对 然后ok 我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实力 然后这个这个其实是我直接从ktham上面去搜的一个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写的真的非常好 就是你们也可以 我最后会把 哦哦哦 ok 对 我忘了忘了说了 就是就是最后最后其实 呃 这个有有几二是 是有一些资源的 就是circum的一些project 大家可以读一下它的圆码 然后包括zockrits的一些project 包括一些real project 就是tunado cache dark forest 然后还有这些二层的一些鲜爱的东西 包括最后一些学习的资源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些链接去去找 然后 对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其实 就是这个example是我从我从这个rollup nc tutorial 直接 直接 下下来的 所以的话 等一会我应该可以发群里面 然后我本来想到说 就是我前面可能废话太多了 我本来想到说如果大家有电脑的话 可以直接就是 呃 现在就去 去去去去直接自己嗯 一边做了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安装过程 就是你你你如果想跑circum的话 你需要先安装nvm 然后装nvm以后 呃你用nvm要装node 装node 装node以后 你可以直接通过一个一个命令行来装这个circum和这个snapgs 就是呃你安装nvm如果你有了的话 就可以直接通过它那个脚本安装 然后nvm安装node 就是nvm install node就好了 然后npm安装的话就是npm install-g 然后circum-g snapgs就行了 我昨天从头到尾重装了一遍 所以这套流程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最后的话 我现在就用的这个example 是在这个rollup nc tutorial里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个不是我写的 就是我只是觉得他写的非常棒 然后比我之前那个example要好很多 对 然后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去 你也可以去同步的去试一下 对然后呃首先呢就是说首先呃 我就以刚才那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 就是给大家分析一下说呃 因为因为其实他你如果真的想去开发的话 你读他的那个 那叫什么 读他的那个circum的tutorial写的非常好 我我这里需要做的是想解释一些tutorial里面 没有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能从这个talk里面有所收获 所以的话我会介绍一些没有的东西 就是首先呃第一步就是当你有了一个circum的 这样一个文件以后 就是a加b等于c b加c b成c等于d out等于c成d 这样一个circum文件以后 呃如果你要把它部署到以太坊上 然后呃你需要怎么做 然后嗯就是这个private input的a b 是将来是你私有的资源 然后将来这个传上去以后 你你如果说能找到一个满足体 满足条件的a和b还有d的话 呃那么你这个proof才能算通过的 然后他第一步呢 就是你你就要写写这个circuit 然后把这个circuit写出来 就是呃比如说我这块取名叫circuit.circum 我需要进到这个report里面 ok 然后呃这个运行完以后 你可以发现这块会多了三个文件 一个是circuit.r1cs 一个是circuit.sym 一个是circuit.wasm 好这三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circuit.r1cs 就是一个r1cs文件 就是我今天给你展示的那个呃中间的那个电路那个文件 然后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展示 然后wasm是什么呢 是一个计算文件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算出来你中间那些所有的变量 就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呃这个呃呃 比如说比如说像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呃你最初你一定只知道x对吧 它有var1var2还有output 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一所有的东西才可以求出来 求解出来这些东西对吧 所以呃你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计算的一些文件 来去帮你计算 就是你把这个呃x给他以后 他会自动帮你生成这个vector 然后这是wasm干的一件事也是没有办法display的 然后这个.sy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symbol文件 就是帮你debug的 然后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有三个数字呃 第一个数字的意思呢 就是你的variable号 就是呃这些东西是circum的那个tutorial里面没有的 是我前阵子就自己学习摸索才摸索出来 就是这块可能比较重要大家可以稍微稍微记一下 因为呃之后看自己自己看tutorial的时候是没有的 呃所以的话相当于第一个就是 一 然后就是说是你的变量的姓名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我们刚才这个我们刚才这个 一个example里面 我们刚才这个example里面有a b c d output对吧 这些所有的变量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man.a 这个man是你的component的名字 所以是man.a是第一个variable man.b是第二个variable man.c是第三个 man.d是第四个 然后man.output是第五个 所以第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呃叫一个label index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label index 来找到一个signal的name 所以它是和最后一个呼应的 然后所以的话你所有看到都是123456等等等等 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叫呃variable index variable index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呃 刚才这个这个这个这是一种排列 对吧a b c d output是一种排列 对吧 然后但是呢 真实的排列真实输出的vector 是exy variable1 variable2 output 以这种形式输出的 它跟你的直接的那个输出的顺序可能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呢是真实的那个在vector里面的顺序 就是呃对于这个函数而言的话 它它一定是有呃六个六个元素的 六个元素的一个是1 然后一个是ab c d 然后一个output 对吧 它它在它在这个vector里面的排列方式 是呃跟这个ab c d这个直接排列是不一样的 呃因为它需要尽可能的把private input放在一起 然后把output的呃放在一起 所以它需要重排 然后所以的话相当于它呃这个相当于是3的意思 就是说它在witness里面排第三个 就是刚才这个这个vector叫witness 就是说那个3的意思是说它在这里面排第三个 然后呃它在这里然后b的话在这里面排第四个 它在这里面排第二个 它在这里面排第五个 它在这里面排第一个 所以也呼应了我之前说的那个呃它会把output的放在前面 然后把呃private呃尽量的也也也去靠在一起 然后它相当于第0号元素是1 然后第1号元素就是这个output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c 因为c你可以看到它不是private input的 所以的话它它它它成了2的 然后345的排下来了 因为它是private input 所以这个东西呢将将来帮大家debug就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你将来可以输出来利用wasm 可以输出来呃这个vector的值 然后你将来用你的在用你的这个第二个号 就可以找到说这个witness具体是多少 呃对呃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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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第一步就是说你先把它编译成r1cs 然后如果大家呃记得住的话 就我我说过就是开发者其实编译到r1cs已经可以结束了 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呃一步就可以就可以呃实现了 就是后端的一些工具 这里我们后端的用一个工具叫snark.js 因为它和circom是接的连接是最好的 然后所以的话首先第一步就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呃 这个这个命令叫snark.js 呃ri circuit r1cs 这个意思就是说ri的缩写就是说呃是这个输出r1cs的信息 然后就叫r1csinformation的缩写ri 然后snark.js ri circuit.js 然后你输完这个命令以后它就会告诉你一些这个circuit的信息 比如说它用的曲线是bn128 比如说它里面有6个wire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只有5个wire对吧 那他6个wire就是1一个常数 而它的constant是3个 意思就是说其实像刚才那样的就之前那样的行列是只有3个 而private input的数字有多少public input的数字有多少 然后label有多少output有多少 这是相当于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信息 然后呢呃这是输出一些information 然后如果你要看到这个constant system 你要输rp 就r1csprint 然后呢这个呢你就可能看到那个整个的r1cs的那个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这个东西长得很奇怪 就是它有三行 然后第一行是长这个样子 第二行长这个样子 然后第三行长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呢呃你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第一个要求a加b等于c对吧 那其实a加b等于c就是第一行 你你你一个比较wire的意见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新开发者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呃比较奇怪的数字 就是218819到626对吧 然后呢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呃因为这个设计这个就涉及一些后端的东西了 就是说你你每一个wire每一个信号 都是在一个巨大的有限域上 就是这个有限域叫fp域 是取决于你的呃椭圆曲线的标量域的 所以所以说呃这个东西 这个2188等等的626是p-1 就是说呃你也相当于你你那个正常的那个数数 是2188等等等等617 然后你现在呃相当于这个系数是p-1 所以相当于他这块就是man.c加上p-1呃 呃乘以a 然后加上这个p-1乘以b等于0 然后你可以发现p-1在磨p的意义下 他其实就是一个-1 所以遇到这个大数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想成-1就好 不需要说你去多么恐慌 所以这就相当于是一个man.c-a-b等于0的一个词 所以就就混了这个词 就是说a加b等于c 然后呢第三号呢这个b乘以c等于d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词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c加d等于output 那这个也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你看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p-1 所以是当-1来用 所以是呃c加d等于p c加d等于output 对 然后所以的话这就呼应上了我们之前那个r1cs 就这一点的话是在那个什么 tiktor里面没有的 是就是所以说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呃以后debug或者什么 就深入的去理解这套工具的话是很有帮助的 对然后呢接下来呢是 就是我们r1cs弄完了以后 呃接下来呢 呃进入到后端 就是后端的话你要生存那个proof 首先你你需要干一件事 就是你需要计算你的witness 就是你需要把你刚才那个array 这这这这这这一些array的这个具体的值给算出来 然后这个怎么算呢 就是说这个你需要snark.js 哦哦对 ok呃你你如果想不起来命令的话 你可以输snark.js help 然后这样的话他会把所有的命令都给你都给你显示出来 都都有一些解释 所以你可以你可以去看 然后我这块呃我这块节就呃用用这个 就是就是呃snark.js 然后这个wc的意思是witness compute 就是说呃计算这个witness 然后这是circuit wsm 这个如果你记得话 我就说这是一个计算那个的文件 然后接下来input.json 呃witness呃点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input.json是一个这个呃input的文件 就是你的private input的是啥 你要写在这个input的里面 比如说我这个刚才那个abcd呃里面 呃里面他他他input有这些 然后那么那么我需要提前先把它写到一个json里面 好那这个json怎么生成呢 你可以你可以比如说像像这个tutorial里面 他他直接写了一个js直接生成的 然后或者说你直接手写也可以 然后然后呃利用这个初始的这个input 然后再利用这个整个的计算的这个wasm 你可以算出来这个witness.wtns是多少 然后这样的话会生成一个文件 你看就在这叫witness.wtns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现在是没有办法展示的 呃你可以用命令去把它输出成这个json 然后就用这个命令就是witness.export.json 就是w e j就是witness.export.json witness.wtnswitness.json 你会把这个文件export到witness.json里面 然后我们开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可以发现它就是一三十六二二四 对吧 它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这个东西 然后你你如果对应的话你可以发现它 它就是对应 然后这块呃因为时间不过我记得尽可能快啊 对然后呃所以这就是前单所有的东西都都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开始正式的后端 后端呢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需要先执行一个setup 然后再进行一个proof 接下来再进行一个verified 然后这个setup呢呃比较那个什么就是呃 它需要做这样做这样一件事就是因为时间观想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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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直接直接就 直接就就把这两个命令输完了 就是第一步叫呃 phase one 叫ptn 呃就是那个phase呃你有什么来着呃 全程我也忘了就是这块可以输曲线的类型 然后这块可以输你你的degree是多少就是二的二十四方还是多少 然后这个书就是说一些随机的参数 然后phase二的话就会生成一些呃就是给你加一些额外的信息 然后这里面的话其实你是可以contribute的就是你可以把 你可以自己的让自己的随机参数变得更随机一些 然后呃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对 然后就我我这块就不够多展示了 因为我感觉时间已经已经那个啥了 然后然后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就是呃生成这个key 就是zkn的话就是呃生成这个key 然后生成key的名字叫circuit000.zkey 然后这个zkey呢生成完了呢就是说它既包含了provedkey 又又包含了verificationkey 所以的话呃在circum里面你是不需要把呃provedkey 这样的专门提出来 但是你需要把verificationkey提出来对吧 呃有什么问题吗 呃所以的话你需要export一下这个verificationkey 然后你你就是这个starkjs呃zkey ev 然后这个circuit 然后因为这些我就没有那个啥 然后然后你再输入说你想要的那个verificationkey的那个名字 他默认的话会自己自动帮你生成一个 就是在这你可以看到有verificationkey.json 可以看到这个是verificationkey 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个key其实很小 就这么几个元素 然后就是这是它key的内容 然后呢对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呃 就是说你可以你可以去呃生成这个proved 然后就是说snarkjs 呃就是这个这16意思就是说growth16 然后proved然后这个circuit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零 然后这个是现在先要输入这个你的provedkey 然后再输入这个witness 第二这个这个 这个然后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呃等一下我想想 嗯ok 对对然后接下来的话这个会生成一个proved 呃你看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你的proved 就是proved.json就是你的输出 public.json也是你的输出 就public.json就是说你输出那些非signal 就是非private signal的部分 然后这个proved.json呢会输出你的proved.json 然后你的proved.json就长成这样 就是a 然后这个b 然后这个c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proved.json 然后这个proved.json 然后这就是你的proved.json 相当于这就是你将来要递交商链的那个东西 对 然后你将来呢这个这个验证这个这个弄完了以后 你可以再验证一下 你可以本本地验证一下对不对 然后snark.js 然后growth.json 然后再把你的proof输入进来 然后ok说明你这个流程就跑通了 然后跑通完以后呢 就说明这个local的测试是过来的 然后local测试过来的 你要怎么去呃部署到链上呢 那这个他他也是有个很方便的工具 叫zkey export solidity verify 就是说你看你可以看到就是zkey 然后呃 我看一下snark.js ok然后然后这个是circuit 然后然后然后你你需要你需要输输这个 他要从proof的key里面去提取出来 所以你要输这个proof的key 然后再再输入一个这个 再输入verifier 再输入你要的那个solidity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要verifier.so 然后你就 那一下回车 然后你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个文件 叫verifier.so 然后这就是一个 他会自动帮你生成好这个solidity文件 然后呢接下来干了一件事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东西copy一下 然后你打开一个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remix 然后然后呢你你去把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粘过来 把刚才生成的那个verify的那个东西给粘过来 然后呃对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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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 OK 诶 编译在哪我怎么忘了 嗯 这应该放哪一个 我怎么忘了 昨天啊好好的 诶左边 嗯 ok 然后就是你可以你可以在这你可以在这 先选好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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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号 比如说这0.661 然后你就选一下 然后你就点一下这个compile 然后呢他就会给你compile 然后呢 对 然后我们可以等一下 然后在等的过程中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这个东西在干什么 ok 这线已经编译好了 好编译好以后呢 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块 呃相当于合约他已经编译完了 然后你这块可以选envarm 比如说我们选这个mantamask用这个 来来去 对他连了一个这个 呃以太网以太的测试网 然后这是我的account 然后呢 我我这块contract的呢 我不要选parant parant是warfire里面用到的函数 是一个是个library 我们要选warfire 选warfire然后点一个deploy 然后这块的话 Mantamask会呃 让你提交一些gat fee 然后去提交完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你等一等他就他就出来了 对 ok 然后他他这个呃出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warfire warfire这个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函数 叫warfire proof 然后你把它拉开 他会让你输 a b c 然后input是多少 然后你你这个abc呢 就对应的是proof里面的那三个元素 然后input就是对应input的json里面 里面还是就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proof的json 叫个a 叫个b 叫个c 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到那块就好了 然后他那个input呢 就是这个public里面的这两个东西 然后呢他这块呢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接口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生成他要他要的那些东西 然后呃就是这个snark.js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方法 因为你你其实本质上也是从这个public 呃json和proof.json里面去提取出来 然后按一下这个他就可以给你输取输出来 你这个solidity所要的东西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给copy过来 然后你可以把它收起来然后去直接粘贴 然后点一下这个warfire proof 然后呢就呃呃在这块呃理论上来说 你会看到一个返回系一个tool 但是呢他这块有一个有个error 就是我debug了昨天没没把我debug了 就是后来发现是是这样 就是我这个呃测试网 我连了这个测试网的这个eVM 他不支持我pyron里面的一些操作 就相当于solidity里面的一些东西 他不是新的这个eVM 他不支持这个 所以他有一些invalid的就是opcode 所以的话你但是你部署在真的那个网络上的时候是可以的 然后我我试了一下zocrate 他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sircom可能用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可能没有这个opcode 然后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但是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写错了或者什么 然后这大概就是这个整个的流程 然后的话最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verify proof 就是你把这个proof proof给读进来 然后去verify一下 然后就其实就核心的function就这么一些 然后呢他他这个呢生成了一个library 就parent library 所以的话相当于你可以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用 把它当成一个库来用 然后呢呃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展示 然后我今天呃说的时间有点多了 然后呃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大部分讲的就就到这了 然后可能可能讲的比较快比较匆忙 然后废话很多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多谢多谢张掖给我们今天的分享 那么我我觉得你你在讲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提问了 但是现在我还想留个几分钟让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的话可以直接说出来或者在聊天box里直接写出来 嗯因为今天是个好机会有什么问题正好问一下 嗯呃那个首先那个第一是那个zocaries没有输出 是因为那个他那个verifier生成是一个view函数 你可以看到就他这个verifier啊 你看他他这个他这个他的玩意儿就是就是 他就是只是一个库给你给你demo一下 你要自己写合约的 你看他他这有一个publicviewreturns 这个是个view函数 所以他他没有没有输出是很正常的 你只能在那个remix的左边能看到这些东西 就是你应该在这展开以后才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小小的一个true force 你是呃那个什么不能那个什么的就是呃 直接他确实是没有输出 因为它是一个view函数 你要改一下这个改改合约的那种 然后那个如果返回force的话 呃首先第一你你如果返回force的话 你本地就不会过的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force如果不对的话 你需要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只能debug 然后就是去因为他他这个snark.js里面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呃一些debug的功能 就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去每一步去验证说 比如说到这一步对不对到那一步对不对 包括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你可以利用这个s1 s1m里面的这些东西 然后去序号去查你witness里面哪个错了 对然后呃下一个sircon可以用来写mixer 呃是可以写的 然后对就是你只要是正常gkp能支持的他都可以支持 就只是说写的时候可能有点繁杂 包括呃有可能已经有人实现了 就是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有个library 就是这个sirconlib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circuit 你可以点开你看它有1256的实现 有一些什么呃jubjub的实现 有一些签名的实现有一些mimic mimic也是一种哈希函数 然后是一个非常snark friendly的哈希函数 是一个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还有这个波赛东 然后还有一些兜选器 还有这个蒙格玛利等等等等 其实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就是是是可以写的 然后呃接下来的话是那个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呃工具对电路的规模有限制吗 呃没有 就是你你当你规模上来的时候 你要你要你要记得你最初的那个参数 我最初是选了一个呃就是最初生成那个参数的时候 选了10 然后2的10次方 然后所以他最大是2的10次方是ok的 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是写的电路上了 比如说2的30次方那种级别的话 那这个是因为曲线不支持不是因为电这个工具本身不支持 是因为你呃图然曲线在超过一定的呃接触以后 他会呃跳出那个域 就是说他图然曲线那个标量域 就那个21多多多多多多多 你要是比那个都大 那你就那你就炸掉了 然后你可能要通过一些拆分的方式去去做 包括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个Bellman里面的那个BLS381 它会支持的电路更大 但我觉得目前还是接触不到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这个size的一些工具的 大部分像呃Z开始之类的可能就是一个million左右的量 呃2的30次方呃我记得之前是有个图就是说 呃什么ZKVM之类的地方就是也可能是2的30次方 就是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 他他他有他有一个表 然后就是呃有一个ZKVM 包括什么2的40次方等等等等都有呃 那个包括Failcoin Failcoin我记得是128兆 128兆是多大我忘了 他也没到2的30次方 就反正很很很少有人能到这个量级 呃你要用ZKP实现一个CNN 呃有可能是到能到这个量级 就是这如果你处理的不好的话是有可能到底 我记得有有有有有有之前是什么呃多少billion还是什么 那种我忘了 然后我 呃2的30方2的40方都有 就是只是说正常人他不会有 不会用到这么多 呃OKOK我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给你给你截图一下 呃呃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OK这个就是看这个 你看这个是这个2的25次方能到这个Failcoin loopring 然后这个Matterlabs Darkware他们都是2的25次方量级 一开始是2的20次方量级 然后这个呃 这玩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啊ZKVM是2的35次方量级 然后就是呃 这可能都是一些future work 就是还是正常人还是不会不会用到的 嗯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可以随身解开脉问题 说实话也可以 然后就是包括我刚才讲的一些东西有什么问题 行那我们再等一下有没有最后一两个问题 OKOK啊我都可以 嗯 哇多谢多谢 嗯陈欣也也也在里面写了一些回答 李陈欣嗯 好吧好吧那我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啊 已经很晚了 而且非常丰富今天的内容 那首先我想热地感谢李陈欣和张叶 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内容 非常非常专业非常非常好 嗯非常非常深 然后到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两位的文件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群里 嗯热烈热烈感谢你们俩 热烈谢谢谢谢你们俩 嗯 然后在此我想通过 我也想给我们这个Crypto Tech Night 打个小广告 我们想以后每周一次 嗯做一个活动 嗯原本是线下 安排的线下在上海 而且要非常感谢上海数图研究院给我们提供的位置 但是因为疫情的情况 我们这次不能在线下做这个活动 所以临时改到了线上 嗯但是今天的参与者还是很多 嗯 然后以后的话 这次我们讲的是Zero Knowledge Proof 您知识证明 然后以后的话 我们每个月会来找出一个专门的topic 然后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们会找一些像陈兴和张叶的一些专家 来给大家分享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技术 嗯 然后在此的话 我们这个社区小社区也刚刚开始嘛 如果任何人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 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群可以变成一个技术交流群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直接在里面问 然后互相帮助 然后一块成长 好的 那我们的会议就今天结束 谢谢大家跟我们参加到这么晚 拜拜 拜拜 拜拜